历史为尽 以古建筑 笑谈天下新鲜事 齐有此旅开讲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旅杰 欢迎收看今天的齐有此旅 玩个角度来讲道理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大来宾 他看到的世界跟你很不一样 也就是说他可以看到你看不到的东西 当你跟他在聊天的时候 或是你跟他走在一起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他开始左闪右闪 左顾右盼 或许你会发现原来你跟他待在同一个空间 一样的拥挤 也就是说有很多好朋友在现场 那当然他的故事非常的丰富 那你说这个人他到底在干什么的呢 你以为他是通灵者吗 你以为他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连接两个世界吗 没有 他非常谦虚的讲 他只是业余的而已 他平常的主业呢 他在学校教书 他是资深的制作人 他也是我们媒体的前辈 那最近呢 也多了一个身份 叫做畅销作家 是的 我们欢迎第二次来到我们节目的老朋友 张奇珍 张老师 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张老师 这个我们看看你的资料里面 你有一个学生的故事 是 也就是说你有一个学生突然想不开 但是被你看出来 这个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是运气 可能是老天要我真的要好好的去救 我觉得是他的运气 我觉得可能是老天爷要我去救这个学生 怎么了 怎么了 其实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学生平常就是在某些的情绪上面 他有一些他的一些障碍 所以他等到真的已经快要走不出那个幽谷的时候 他突然就站了起来 就走到我的讲坛 我们在上课 他突然间告诉我说我要出去 那你要不要让他出去 可是因为我这个灵动跟灵通里面 我突然发现他其实是准备要走到最后一步 对 但是我觉得 那我要不要让他出去呢 我要不要让他出去 结果你说不让他出去 他说我去上个厕所也不行吗 你还是得让他出去 但是我该怎么办 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间我说 好 各位同学你稍等一下 我就突然间灵机一动 我就说他掏出20块钱 说帮我买一瓶可乐 我今天已经讲课讲了口干舌照 帮我买一瓶可乐 他就很哀怨地看着我这样 瞪着这样 死脸这样看着我 然后女傅就是 你为什么来阻挠我的那个模样 后来就出去了 出去之后我想说 大概15分钟没回来 我想说我心里面很着急 我想他该不会怎么啦 对不对 所以我那段时间 我教室里面的冷气非常的强 可是我汗如雨下 连学生都看得出来 老师你是去冲凉 你发生什么事情 我说没事没事 这是我人生里面最难熬的15分钟 等到后来15分钟 他终于砰把门打开之后 我心里面终于放下一颗心 老师我想问一下 比如说你看到这个学生 你觉得他有异样 对 那一般我们说看得有异样 大概就是很多江湖素士不是要讲吗 你头前站在后面对三个 你是不是以前怎么过这样 你们觉得就是说在你的角度 你的视野里面 什么叫做他有异样 比如说可能他自己的颜色变了 比如说我们人可能有个光芒在身上 他的颜色可能变成绿色 变成灰色这样子 是有些通灵甚至是有些这种这方面灵媒的高手 他可以从他眼睛可以看得出来 人的身上的光环跟颜色 对不起我没有到那个阶段 我是三角猫 我们上次都已经知道了 对所以这个我也不怕你笑 其实我也跟各位讲 其实有些高人 他其实可以看出你的光环上面的颜色 可以知道你的当时候的气场 跟磁场的状况是如何 但对不起我不是专业的 但是刚才回到那位学生 他把可乐买回来的时候 你知道吗 很哀怨地告诉我 我说你怎么去那么久才回来 他就说老师你知不知道可乐已经变成25块了 然后就很哀怨地把那个可乐放在这边 一楼根本不到 这个钱不够 我知道到那个 这个比较远的超商去买 学校里面的超商买 所以路途上面就久了一点 可是我说真的 那15分钟对我来讲 人生最难熬的15分钟 终于度过了 我心里面一颗大石头终于放下来 因为你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是 我们有一部电影叫《倩女幽魂》 那《倩女幽魂》呢 他们在策马 在这个树林里面奔跑的时候 就绕不出去 对 最后焉赤霞 有没有拿出符咒 天地无极乾坤戒法 然后打出一条路这样子 对 真的有鬼挡墙这回事 我觉得有 虽然很多人都说 那个是无极之谈 是你的心里面的状况 心里面是某些状态 突然间出了状况 或者是出了一些 一些小小的一些trouble 但是我就我自己本身来讲 又是一个学生 他就遇到这样一件事情 他已经闭了夜大概好几年的时间 有一天晚上大概快要深夜了 突然接到他的电话 他跟我讲说 老师 我现在遇到山难 我说 蛤 山难 哪里 台北市 我说 台北市遇到山难 你有沒有搞错 然后我就快觉得说 你是不是喝醉了还是吸毒干嘛 不是不是 喝药了 没有没有 我说老师 我绝对没有 他说他下午五点半 因为夏天热 所以你知道说应该怎么样 就是你不要中午前去爬山 给自己找麻烦 都是等到傍晚比较凉快 他就穿个T恤 然后穿个短裤运动鞋 然后就去爬山了 然后爬山爬到晚上八点半以后 人慢慢少了 他也想应该回去了吧 等到他要回去的时候 他发现他怎么走都走不出去 他明明已经在下坡 最后都会来到一个树林 而且是一个竹林 因为通常来讲 老一辈子都告诉我们说 竹林通常遇到竹林 最好近而远之 因为比较容易距一些 比较特别的 然后他怎么走 任何的指引指标 他都走了 就是走不出去 但是一边是山壁 一边是市区 所有的台北市最繁华的街景 还有最知名的地标 你都看得到 但是问题是 你就走不出去 他说老师 怎么办 我说你真的没事吗 还是说你喝了酒喝醉了 他说没有 老师 绝对没有 我真的没有 后来这时候 他突然间在电话里面大叫 说老师 我们那个知名的地标 台北知名的地标 现在变了两个 我想说怎么会变两个 你是双子星 吉隆坡双子星大楼吗 他说老师我没看错 而且整个街景是错乱的 就是跟我们原来想象的 地理的地标是不一样的 他说我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吗 他居然看到两个地标 我确定他嗑药了 他一定是嗑药了 没有啦 但是我相信他 我说通常来讲 我们以前的一些老一辈的老师傅 在教导的时候都会告诉你说 你遇到这种情形 你走不出去 第一件事情 先把心先静下来 然后先闭目养神 都不要动 也许过了一阵子之后 你才发现你眼睛豁然开了 所以我就说你要不要先暂时 先待在这边不要动 他说他就在一个大石头下 他说老师我大电话给派出所 说我现在人困在山上 请他们来救援 你打三次 他们说会 然后到现在为止也都没有来 怎么办 我说没有关系 你不要慌 你先在这个地方先待一下 最后我们在通话过程的 最后一个阶段 他告诉我说 现在山栏都起来了 整个栏都雾开始中了 他说我也没有办法帮帮你太多 你先这样待着吧 结果我一个晚上没有办法睡觉 等到第二天早上五点半的时候 我突然想 我们跟他打个电话 他现在到底如何 不通 但是我还想着 等到我七 因为整个晚上的手机没电 等到七点 我想起来 我有他的住所的电话 也在这个步道的山下的附近 我想说好 我打个电话 居然接通了 他跟我讲说老师 我已经回到家 谢谢你的关心 他说他五点半的 五点多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看到了 他其实是在登山步道的路口 在山下 在大石头 所以他觉得 我已经回来了 然后就赶快跑到他们家附近的派出所说 你们不用来救我了 我已经回来了 结果警察就说干嘛 没有啊 什么事情 昨天晚上很安静 很平静 什么事情都没有 他说我有打电话给你们 三次 你们派出所电话 我有啊 然后打打 然后你们都说会来 然后不用我已经来了 我已经回来了 结果警察就一头雾水 然后呢 后来呢 我就说那你就把那个电话的那个 通编记录掉出来 就掉出来给你看 对啊 就还跟我讲一些 让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的事 他说 老师 我根本没有带手机 啊 没带手机 你骗我 你骗我 而且你骗警察 他不是打电话给你 他没带手机 他说我突然想起来 等到我回到家之后 我发现手机就在我书桌上面 我说那你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 他说 可是我明明 因为我知道 我是穿的T恤 穿的短裤 短裤没有口袋 所以我只带了钥匙 然后穿的运动鞋 我就去爬山 所以我没有带手机 可是很奇怪 昨天晚上手机都在我手上 我说那奇怪 那请问一下 他打了三次哪一个远警 这么厉害 还可以跟他对话 太厉害了 后来我觉得这不太对劲 我觉得你应该要去 我觉得你可能撞鞋了吧 赶快去庙里面拜拜 结果突然间 我也觉得说 通常以往这种经验来说 我觉得我自己也可能会有事 所以我也跑到了宫庙去 就在这个宫庙 在解除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我身上的确是有一些 带一些不寻常的一些波动 你 你 我自己 所以后来这两个礼拜这样折腾过后 身体终于好了一点 可是这个故事就完了吗 没有 还没完 三个多月过后 快好已经到了秋天冬天的阶段 有一个学生突然 他的同班同学 阿强的同班同学 他的想要快过年了 快快年底了嘛 所以讨个老婆好过年嘛 然后呢 他就 二表表讨了老婆 不会好过年 那日子会不好过 就是你知道为什么结婚都要挑好日子吗 因为结婚完婚之后就没有好日子 OK OK 好那等到 等到这个 他发帖子给我 我想说 因为这学生很乖 在大学都是全情 我想说 不错 好 我去 去的时候就跟他们的学生 就坐在大学同学同一桌 然后就开始在聊聊聊 就聊到阿强这个人 我就说 你们阿强 我跟你讲我老了 已经有点糊涂 讲话有点颠三倒四 你们那个也是很糊涂 在台北市居然还会遇到三难 对啊 然后所有人就不讲话 我想说 干嘛你们 你们为什么都不讲话 说老师 你是什么时候碰到他 他遇到三难 对啊 就说就在三个月前 结果他们就说 就不敢讲 为什么不敢讲呢 到底什么事 为什么这样支支吾吾的 讲啊讲啊 后来有一个 胆子比较大的男同学说 老师再更早一点 在五月的时候 他就走了 就走了 真的啊 后来他说 他们在 这个阿强在告别 是他们来去帮忙 所以很确定 他说是怎么回事 阿强其实是怎么走 也是在步道的路口 被公车 要进场维修公车撞到 碾到 结果就这样走了 其实还蛮惨的 结果他想说 老师你怎么会遇到 而且他们在一个月之后 的确有接到 很奇怪的一些留言 或者是一些通话 但是因为杂音太大了 根本听不太清楚 我也是谁啊 听起来很像阿强 可是又好像不像 我也老半天 结果或者是说接起来 就是那个杂音非常的大 然后看到那个来电显示 都是非常的乱嘛 一大堆 就是这什么鬼啊 诈骗集团嘛 就挂掉 所以阿强后来跟我讲说 他不是说 他打了很多通电话 没有人理会 他就是这些同学 根本没办法 没办法接得起来 那我想说 那我的电话应该有吧 一看空白 我也是空白 上一次听说发生这件事情的是 中南海五大特异功能高手 同时发工 然后开启了时光隧道 回到1937年的上海 那个时候赌胜打电话 然后其中出现了一个桥段 叫打电话问功夫 你这个时候双脚凌空飞起 使出一步 使出一张夺命剪刀脚 没有老师 这个故事 我听过以前有一个类似的鬼故事 就是反正情节也是三难 就是一堆年轻男女去爬山 然后呢 比如说 以前那种山屋嘛 然后那个女生她 她觉得身体不舒服 她说不然你们上去好了 我在山屋这样子 然后过了半天之后呢 一群人匆匆忙忙的跑回来 然后全身这样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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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遇到山难这样子 跟那个女孩子讲 她说你男朋友走了 就是已经遇到山难挂了这样子 然后要带那个女生去看这样子 然后后来那女生 当然也很难过嘛 正要出门的时候 她男朋友突然冲了回来 然后枪拉着她往山下跑这样子 然后女生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她说刚才发生山难那些人都走了 这个我想也听过 不是可是老师 所以她三个月前打电话给你 你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到底是她卡到阴 还是你卡到阴 还是你们所有人都卡到阴 我觉得是她 可能这是我个人 执念吗 这是我个人的猜测 不见得是真实 但是我的猜测是她可能已经在走的时候 就在那个地方没有被 没有离开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被引导离开 所以在那个地方可能被其他的 类似的这样的 林底 可能有一些比方说 就是你新来的嘛 对会这样子 所以会有一些比方说 可能一些捉弄的 或者诸如此类 但是我说真的 这个我不敢大胆地说 就是这个样子 绝对不是 这会不会是曼德拉效应 这个很难讲 很难讲 那老师 刚才你讲的就是 她可能在那边没有走 真的有隐魂这回事吗 有可能 我一样讲个小故事 就是 中原有一个老师 谁我们就不讲了 他就是研究宗教的 那他平常上课穿西装 下课穿道袍 那师母呢 在80年代那时候 有一次的空难 他就往生了 那这个老师呢 他是爬过刀梯 擒过玉子的 所以他自己道袍一川 去帮师母隐魂 那后来根据老师 有一次讲到这个故事 他的转述 他到了现场之后呢 那个师母还躲在 机翼下面 瑟瑟发抖 因为师母不知道已经走了 就是往生者 他不知道他已经往生了这样子 然后最后老师就是 反正他本身 是道士嘛 然后就是把师母的魂给引出来 然后带着这样子 真的有引魂这回 招魂这回事吗 我觉得有 我觉得有 因为我们看过很多的一些 比方说有些意外的现场 其实我自己本身 我所能看得到某些的一些 当然不是全部 就是有看到某一些 其实一些年代 已经稍微有一点 有点久了 他走不了 会有这样的 像一些比方说 河谷 或是一些溪流 或是一些常会发生事情的 某些地方 其实你会觉得 那个地方特别凉快 你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对 那地方其实 我曾经有看过 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 因为这是我个人的一个 小小的一个疑惑 但是问了很多人 每一个人答案都不一样 我说不是马上就接走了吗 不见得 不见得 我说奇怪 不然我们的印象里面说 人者该是往上还是往下 就已经有人会接你 对 黑白无常不是会把你勾走吗 还有勾魂使者 对啊 为什么 为什么还有看到 我还看过清代的 那不是唱歌仔戏的 清代还有日本艺记 我都看过 就奇怪 为什么 我自己都搞不清楚 所以这个答案 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其实每一个人都说 我所知道 有些人就是马上就走了 有些人就没走 那这个答案就无解 好 那老师 因为为什么问这一题呢 你刚才不是讲到 阿强他的魂没有走 亡灵 后来怎么帮他这个亡灵做处理 总不能他一辈子就待在那边 变成孤魂野鬼 后来是他们有同学 有跟他的这个家人讲 他们有来做 有来帮忙做一些 引法式的一些程序 那有引魂就一定 有招魂就一定引得走吗 不知道 我就看很多不同的面向因素 比方说他本身如果有职念他不走呢 他说有怨恨他不走呢 或者是那个功力是不是可以带着走他的这些专业人士 这个也要考虑进去 甚至有些人都很奇怪觉得说 我只要念个什么经他就跟着我走 然后可能吗 你又不是专业人士 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 因为这个我父亲往生之后有没有 在传统台湾的传统殡权仪式 那个仪式里面呢 有一个那个叫做 摇盆 对就是说摇盆这个仪式 其实就是把他从另外一个地方叫回来 有没有什么事情要交代 或者有什么事情要问他 反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 类似有点像头七回魂这个仪式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有三兄弟跪在那边 因为摇盆嘛 塞弓在那里面我们就在那边跪着这样子 那怎么知道他没有上来 就去拔杯嘛 那拔杯正常来讲 他就是1分之1的几率嘛 不然你三杯也拔了一杯 大概就是 就是1分之1的几率嘛 那其实我们那个摇盆的拔杯很简单 你只要有一杯三杯 就表示他到了 他已经上来了 结果我们三兄弟在那边跪着 好像拔杯拔差不多三点钟了 拔不杯 拔不杯 那你说我们说一次就是1分之1嘛 一次没杯就是1分之1嘛 两次就是1分之1嘛 我印象中最少超过10杯拔不杯 OK 就是连续10次就是没杯 那就是102 1分之1了 OK 这个几率很低了 那最后呢 3公英就是要我们三兄弟就是 3跪9扣 OK 再拔不杯 最后是10跪12扣 你知道那个扣到你都不知道现在是第几扣了 你知道吗 你都不知道第几扣了 你重复重复重复 对对对然后后来终于OK就上来 但我们也看不到 反正就是仪式上就是我父亲上来了这样子 我们说这个隐魂的仪式招魂的仪式 到底怎么知道有没有引走有没有招走 我说真的这个我没有实际上的经验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家族有一个传统 不做这种事 OK 为什么 我们有一个笃心一个观念 我们的观念就是 你在事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把话讲清楚 沟通 不要等到人走了 然后呢你才那边 你都没搞大 就应该要把话先讲清楚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有些话活着就不能讲 可是还是要沟通的 还是需要沟通 所以我们家族几乎就说 长辈走不会去问这个东西 为什么 人已经走我们祝福他 我们让他好好的走 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不要再去过问他在事的时候的某些事情 为什么 因为你为什么不在他在事的时候问清楚 非要等到这个时候 然后搞了一大堆的仪式 然后你搞不好问的还是错的 搞不好来的还不是他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不做这种事情 所以您问我这一题是真的是 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回答 那最后阿强这件事情 你算卡到音吗 我觉得是被影响到 会有被影响到 所以我觉得 特别是我跟你讲 有些有通灵潜职的人 都会遇到这种状况 我相信在电视机前 或者在网络前面很多的朋友 你们可能都会有同样的一些 跟我一样有同样的一个经历 就是你们其实跟我一样 甚至比我还厉害 但是你们当有这样一个通灵的潜职之后 遇到有的时候就是很奇怪 一阵风也好 或是你感觉到好像有 突然起鸡皮疙瘩 对或者是你突然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 常会有这种情形 就是你会头晕 目眩 拉肚子 或者是整个瘫软 这个事情是常会 有上数学课的时候常这样子 这个那就是数学的魂 而且混混沉沉的 数学的魂 那老师 我们说现在七月 真的有所谓的七月鬼门开吗 我应该这么说吧 因为我们以前到现在说 好像只有那个时候 那个才会特别多 对不对 对 那请问一下 这么多的灵异故事里面 也就季节限定吗 就有一些就像你的学生一样 他就待在那边不走 他也不是农历七月的时候 OK好 其实我是觉得说 其实在这样一个环境 在我们这个时代跟环境 其实当初都是 不用再问说 什么什么有什么季节限定 这又不是 又不是什么特别 所以一定在什么什么时间才会出来 但是我觉得农历七月 这样一个文化的习俗 是一个非常好的习俗 为什么会这么说 你说很恐怖 我说不是 你应该怎么说 你要表达我们阳世间的人 对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他的敬重和关怀 应该要具有这样一个观念 所以我觉得农历七月 这样一个习俗 对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它是一个好的习俗 也就是说 我们要尊重另外一个世界的朋友 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它会让我们 警醒自己 修好自己的德 不要去做坏事 因为七月有一个说法叫慈悲月 当然了 吉祥月 可是这么慈悲的一个月 我们在新闻里面总是会发现 七月好像到西边去玩水 然后就没有回来了 到海边去玩水 然后就没有回来了 到山上去爬山就没有回来了 出个门就没有回来的 好像特别多 有了七天以后会回来了 也有了 但是你又没有发现到 其实我这样有大略做一个统计 我做一些新闻上的统计 我发现其实也没有说 一定在那个月就会怎样 其实其他月份也蛮多的 所以并没有一个统计上的一个显示 说某一个月份就一定是特别的高 我觉得有的时候 可能大家有的时候 其实因为某些的数据 你可能会声会影 会觉得非常非常恐怖 但事实上你看到整个 所有整个年份的月份 你这样子摊开来看 你会发现 其实没有所谓的 一定在那个月份 就会特别怎么样 哪一个月份就会特别怎么样 不会 其实都有 OK 那有抓交替这回事吗 我相信抓交替一定有 但是问题是 当然很多通灵的人 或者是灵媒 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有的说 哪有可能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你这样会捣乱到整个轮回 是 然后犯天条 对啊 这个等于整个机制都乱掉 不可能 但有些人认为说有 一定有的 但是问题是说 到底谁的讲法是对的 我现在目前只有两派说法 这说来又是一个无解的答案 但是我个人认为是有 因为我刚才说过了 我看过很多都是 这个很久以前老灵魂都没走的 都有 我都看过啊 所以我才会觉得很奇怪说 那为什么不是马上就收了呢 那他没有走表示他没有去抓交替啊 那奇怪 这个我到现在为止 我还没有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答案 因为我不知道事情不能乱讲 对 但是问题是说 我的确有看到说有很多 已经累积了很多很多的 也没走啊 就有些地方特别多 对对对 甚至说像现在我特别为了这个 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访谈完 我还特别去了某一个我们说的那个特别的地方去 去逗一下我发现那个磁场真的是好热闹 非常热闹 而且风特别的阴凉 那个快四十度的高温 那吹起来哇真的超级舒服 但是问题是 你会觉得那个磁场就是不太 跟你平常在其他的生活环境里面 不太不太相容的一个感觉 因为那这么说好了 因为每年七月大概就是止时一过 OK那北部最出名的是基隆的大道公庙嘛 他会开那个地坎的门嘛 对对 那我的指导教授是严上文严老师 他也是台湾做宗教史尤其是在佛教史那一块 那他们那时候就是 七月的时候就是 那个在进行仪式的时候 他们就有去观摩这样子 那我们老师他自己也是敏感体质 OK他说他真的是感受到一股风 就从那个地洞里面钻出来这样子 所以老师如果我们到了某一个地方 突然感觉到有一股风 而且是阴凉的风 而且那个风让你觉得毛毛的不舒服 可能就是我们感觉到这里磁场不太对吗 越来越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为什么因为现在是零 我们的零开始变得显性 就是你自己的直觉 我们现在讲比较白话 就是你的直觉越来越灵敏 所以当你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怪怪的 赶快离开 不要问了赶快离开 这样就好了 那如果我离开之后还是觉得不舒服 有没有什么破解的方法 我看个人的 有些人说我坐车晕车 或者是我可能就没吃饭了 开始头晕 对啊 也有可能 所以这个其实要看个人了 这个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不是医生我不可以乱讲 但是的确是如果说像有些传统民俗的一些 比方说宫庙里面一些可以帮忙 比方说可以帮忙收金 或者诸如此类的 你可以去问一下 但是最重要是宫庙比较大正派的宫庙 你说你要来节目之前 你特别去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看过吗 所以怎么样的地方 比较容易出现这么热闹的场景 通常来讲比方说 他这个地方常常有一些意外的一些发生 或者是这个地方曾经比方 我有举个例子像古战场 OK 那个就热闹了 对不对 或者是某些比方说 某些的一些除了古战场 或者是曾经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件等等 不要说是高楼大厦也好 或是一些地方 所以金门的河边 金门的海边应该就很热闹 没有啊 其实我觉得说 各位你不要自己吓自己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的心要够正 够平静 对自己要有自信 而且当你觉得不太对的时候 你就赶快离开 因为也许是对方的一个警告 不要再靠近了 就有一次我在日本 在某一个自杀的一个 亲生的圣地里面 我就曾经遇到过 就把党在外面 你不要再前进 我已经警告你了 你如果再前进 你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负责 对 所以我们就 哎呦 赶快跑 你看得到我们看不到 我怎么知道我能不能在前进 很简单 每一个人都可以 为什么 当你觉得你心里觉得有怪的时候 不要问了 转头 直接离开就可以了 OK 因为越来越多人 会有这样一个 显性的一个感应 都会有 每一个人都会有 所以我是比较提倡说 我们当然不要迷信 但是你自己本身的感应上 如果你觉得 不对的时候 我们科学一点 就离开吧 就这样子 不用再多问 那老师 听说你曾经看过一次 鬼手和 就是整个和都是鬼 鬼手 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一种的地方 就是那个地方其实是非常风景优美的一个细水的好地方 但是问题是那个地方一年里面大概就是 因为有些你不知道那个暗流你知道吗 那个漩涡是在底下 不是你在表面上看是很平静 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应该讲到前 要倒带倒到前面一点 那天是我的正好是员工旅游 我就休假就跑那个地方去 然后还走吊桥 走吊桥的时候 我还走得很快乐 因为那时候清晨下得毛毛细 然后蹭个伞带着老婆就很失忆 对不对 然后走个吊桥 空山淋雨 那种虚无缥缈 那个四周又这么的安静 这么祥和 就发现我一抬头 你看那个底下的那个河就很漂亮 一抬头看到对面 就来一个青面的牢牙 穿个雨衣 我说 吓哟 吓死了 鬼也怕下雨 我不知道耶 就是穿个黄色的雨衣 我想 骷髅一个脸 一个脸型 后来我想说 不行 因为这个就是高端了 赶快回头 我就因为我走在前面 等于现在我回头是走在后面 我就跟我太太说 赶快往回跑 他觉得很乖 说干嘛 胆小鬼啊 不敢走 不是啊 赶快跑啦 然后他夫妻做久了 多年之后 你会有默契 你知道说 他一定是知道 我看到了什么 就赶快往回跑 后来呢 往回跑 旁边一个凉亭 几个老人在那边 就在那边聊天啊 干嘛 因为无聊嘛 所以OK 然后就跟他们聊了 他说你们跑那么快 干什么 整个吊桥被摇下来了 我就跟他们讲说 我看到什么 他说 那个可能是 前几年 某一个 来这边 搬来这边的富人家 因为搬到这边来 跟着夫婿两个人 就在这边 批一些比方的农产品 卖给观光客 然后呢 有一天呢 就是他的先生呢 到屋顶上面去修水塔 触电就挂了 就从此以后 这个富人家自己本身呢 就变得不太 就是非常寓意寡欢 然后呢 就是这个行为上就有点 开始有点不太对了 就那一天就是 他没戴着安全帽呢 骑着机车就是 往河里面冲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就 就掉在那个河里面 烂泥就溺死了 然后穿了雨衣 也是一样下雨 他说 我告诉你 你知道吗 很 我们村里面有些人看过 跟你一样看到 不久之后就 端一端了 所以你要不要赶快去大庙 我们那个庙很灵 你要不要去那边拜拜 那个也许会好一点 我想说 我时间也 这个来不及了 因为我要退房 对不对 只是在那边兜一下 后来 后来说 谢谢 但是我没有去拜 我就直接还是 就绕路吧 绕着路走 就如同您刚才一开始说的 那个河里面很多手伸出来的 哇塞 那个真的是让我觉得 我从来没看过这么毛的 让人家觉得 各种年纪 甚至还有钓客 拿的钓杆的都有 从河里面伸手出来 伸了手 伸了手出来 我吓坏了 真的吓坏了 几十双 不是一双两双 几十双 吓坏了 甚至是有的时候在桥 你还可以看得到 因为我过了一个 不算短的桥 你还可以看得到那些 形体或是烟雾 不是山栏 那个烟雾是很固定的 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大概知道那是什么 那你要不要过去 还是要过去 那怎么办 你就是不要讲话 就这样默默地走过去 他伸手要干嘛 不是伸手 不知道为什么 他可能是求救吗 不晓得 就是你看到时候 你会吓到 真的会吓到 天哪 那不是用壮框 壮框来形容 那个是真的会吓死人 但是因为有各种不同的 不同的手 因为我刚才说的像是吊杆 甚至我也看过 婴儿的手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真的是让我觉得 太不可思议了 OK 而且你会开始反围 很想吐 晕会吐 会很想吐 但是一直干 呕不出来 等到你走了远一点之后 才开始 开始觉得不舒服 开始整个呕出来的时候 稍微好过一点 正好我们慢慢地 走到了一个农庄 那个农庄 正好有一个人 在搬了饲料下来 他跟我讲 我们就跟他问说 这附近到底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他说他不是这个村子的 他是隔壁村的 他只是来送饲料的 但是他大概有听过 他说这个地方的确有一些 不太干净 就是很精彩的事情 反正很多的事 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 我其实告诉你 这个很多在地人都在讲说 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特色 它会吸引你去河边 因为无形的力量会吸引你 会去让你觉得很舒服 就有点像我们在都市传说里面说 你看到有些高楼大厦 风吹来好舒服 你就很想往下看 然后就怎样 那有些都市传说 其实我觉得那个原理 有点像是像这种 它就是很奇怪 你在河边 那个地方看起来平静 我朋友那个风景好到呆了 但是问题是 你会突然间会被吸引 你想说那上面都有告示牌 告诉你不可以下水 不可以细水 但是你就很奇怪 就会被吸引慢慢 他说他的小孩念国中 也是跑到这边来玩 结果呢 等到他突然间恍神 恍神之后清醒 他就发现 他已经整个人浸在水里面 他吓一跳赶快 连滚带爬然后爬上去 然后他的同班同学 还在笑他说 你这是嗑药还是干嘛 突然间自己就走到河里面去 你说连衣服都不脱 你就往那走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直接就下去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火鬼砍你吗 我不知道 觉得有点像是那种 很奇妙的一些时长 会吸引你吧 对 就是我们刚才说 像是都市传说 这样一个原理吧 但是到底事实是如何 我们没有办法 能够有一个 非常确认的一个说法 但是的确 的确他说 有的很莫名其妙的吸引力 而且当你风吹来 就好舒服 你就很不由自主 慢慢慢慢就会靠近 OK 但是我们说三中传奇 里面大概就是黑色旗来 然后黄色雨衣 跟红衣小女孩 老师这到底什么东西 我听过太多的那种说法都不一样 真的 所以我也觉得很 有些人比较多 我听到比较多的说法是 魔形 魔形 比较多 什么叫魔形 所以这个就是很好 很有意思 可以去探讨 他又是魔 他又是神 到底是什么 他到底是正的 还是另外一个世界的 我们不晓得 因为老师你有看过红衣小女孩 我觉得那个不应该叫红衣小女孩 我就看过很多都跟他一样的 但是他未必一定是穿红色的衣服 他也不见得是小女孩 我也看过老婆婆 但是你不要跟我讲说 那是因为他长大了 然后老了 所以才变成 不是哦 不要乱讲话 但是的确是这种 我看过其实不少 而且我觉得那很多人都会声会 你说你看了之后就会怎样怎样 没有啊 也不会啊 对 但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说 你应该是抱持着一个 你敬重的一个态度 敬鬼神而愿之嘛 对 你不要去 不要去 这个地方很多 是不是 我就要去试胆一下 我要去探险一下 我跟你讲 这给自己找麻烦 对不对 但老师 因为你看得到 你有没有跟他眼神对上过 有对上过 所以有的时候麻烦 有时候会麻烦 因为你知道我们是看不到的嘛 我们看不到 当然你就是 你也不知道那边有东西 所以你也不会跟他有眼神对上 眼神对上跟冲冲一瞥是不一样的哦 就是啊 OK 你知道啊 对对对 你看得到我 对对对对 所以有有有 那通常来讲 我们就就开始装傻 就是 然后就 我们走 这地方 不错 但是我记得那个地方可能更好看 我们到那边去 然后 也许 那对上会怎样 对上其实我跟你讲 他跟你吗 状况白白肿 有的时候真的 讲几个 真的有遇过 真的是回来之后 开始发烧不舒服 然后开始语无伦次 我真的有 甚至有一次 严重的时候 真的在睡梦当中 后来 我们家人突然间跟我讲说 你昨天晚上干嘛去 学女生唱歌 我说 为什么 我有这样子 他说 你突然间发出来的声音 跟女孩子唱那个 高音的那种感觉一样 后来才发现 不太对 还好我神志还清楚 赶快请人家帮忙 要不然我不知道会怎样 其实 甚至有时候像 我们在住旅馆的时候 有些人常会跟我讲 要不要带个什么 圣经 因为像我常睡旅馆 像有些朋友 他们很喜欢这样 要进到房间之前 要先敲门 对 要先敲门 我说 如果说里面突然间 传出一个声音说 请进 那你要不要进去 我一下就换房间 对 换房间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说 各位 你要自然过日子 第一个 你不要去冒犯到 另外一个场域的 领域的人 跟他的一些 他生活的一些环境 第二个 就是当如果你觉得 不太对的时候 换房间 就换 但如果说 真的因为客满 你没办法换的话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 你就是当非常平静的进去 当然我跟你讲 很多人很难做的 当然 当然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真的很没有办法 比方说大风雪的天气 你可能所有的旅馆都 房间都客满 只剩下这个房间 你又觉得怪怪的 对不对 你还是进去吧 然后进去之后 有一件事很重要 不要大声喧哗 不要大声喧哗 不要指指点点 然后如果能够的话 就是早早就起 不要有太多的一些 奇奇怪怪的 好 那老师 你遇过鬼压床吗 我遇过的是 我记得我上次有讲过 就是你没有遇到 就是你觉得你好像在跳楼 那种感觉 有 有 这个我有感觉过 高中最下 所以有一些网友告诉我 那个是你肝脏不好 你什么什么 身体上某些 这个特征 可能某些的一个病症出现 所以你应该怎样 我都非常的感谢 这些朋友们 你对我的一个关怀 我非常的感谢 在这边也顺便谢谢一下 但是我只有遇过这种 那你说压的 我记得有一次 你好像跟我说 你是在毕业旅行吧 对 所以这根本不能动 我倒是没有遇过 但是我一直都是遇到 奇怪我整个人是斜的 然后往下跳那种感觉 然后经常 因为我 因为那是真的是印象很深刻 就是 那是好像国三 还是小六的毕业旅行 然后呢 我就是真的半夜 因为其实你知道 小朋友很好睡 不会像年纪越大 大概睡到一半 可能就会起床嘛 对 但是我就在半夜 因为我 那个场景就是 大家都睡了 我也睡了 但是我就是 意识是清醒的 然后我还有看到 一个人 那个人 也没有看得很清楚 但是好像是同学 然后就从我面前走过 然后我全身都不能动 我也没办法有任何反应 那一样的故事 在前阵子刚好发生 就是有一间高中的学生 去墾丁毕业旅行 然后呢 就有六个学生 突然就是 我们说集体重邪 那这种故事 其实在都会传说也常有 包括我们说 金门也有这样子的传说 你知道一群金门大学的学生 号称要去试打 然后找到那个整个哨所 当年都被水鬼摸掉的 然后去结果回来 也是集体歇斯底里 然后最后请出金门的 这个陈黄爷来处理这样子 老师 你有遇过这种集体重邪 或者是集体歇斯底里吗 我们只有大概从新闻里面 看得到疑似 因为我们没有 因为这都是一个民俗的说法 我们只能说 在我们的新闻处理上面 都是用疑似 就是说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当然 像一些节目里面都会说 这个可能就是请不要太过 怎么样的 迷信之类的 但是你说有没有 我看过 当然都是从新闻里面 看到的比较多 这个倒是没有看到 亲自有遇过这样一个经验 那有没有那种就是 突现幻觉 比如说像你之前有聊过 就是你的论文北上事件 这是我朋友 他的确他在那个时候 正好遇到他的论文要发表 因为那个对他来讲 他不管是在学术上 或是工作上面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论文要发表 但是就在他发表前几天 他的岳父过世 他过世 结果他太太好伤心 因为他爸爸这么疼他 结果我这个朋友 这位志友 他觉得还是要 虽然我现在真的忙得不得了 我还是开了车子 从台北开了车子 然后把太太再回到中部的山区 他的老家 然后他娘家去帮忙做一些 后事的一些处理 但是他第二天中午就必须要赶回 因为他这几天就要发表 所以他必须要赶快去处理 所以他是只好说 等到我发表完之后再赶快回来帮忙 OK 然后就过了几天之后 他的论文发表 是我陪他去的 非常成功 所以他好高兴 他说终于一块石头终于放下来 他就赶快打电话给他太太说 我现在整个论文都已经成功了 都已经好了都没问题了 OK 那我现在准备要南下 就他太太在电话里面开始骂他 歇斯底里骂他 他觉得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一直骂我呢 结果后来他的家里面的人 他小舅子也好 他的一些家人 姐夫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 什么事 你这样子 你忘记我姐姐对你这么样 然后他讲一大堆 然后他岳母开始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岳父才刚走 你就怎样 他就觉得怪怪的 结果后来 等到去了之后 才知道是什么 他说 他说那个前一天 就是论文发表的前一天晚上 他们所有的月家 娘家 他们派的娘家的人 从殡仪馆 要准备要回去 深夜 然后经过市区 就发现他的车子 他先生的车子就在 停红绿灯 他们的车子就在这个车 他先生的车子后面 车牌号码清清楚楚 他也在这个车里面 旁边多一个女人 有妙龄女郎 他就 然后大家看傻眼 他太太说 怎么车子 我先生车子怎么在我们前面 狙狗 然后后来 他本来说下车 气道 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下车 突然间绿灯 车子就走了 然后后面车子会叭 就赶快开走 结果后来他说不行 他小舅子开车 你追 追 最后追到一个汽车旅馆 他先生也下车 在后座拿东西 那女的也下车 这边伸染腰这样子 然后气坏了 然后他准备要上前理论的时候 两个人又进了车子之后 就开到车道里面去 好 OK 终于知道了 OK 回去之后 他太太哭了半舌 说什么论文 骗我 然后就气死了 然后打电话去 都没接 然后等到第二天 找了像他的小舅子 又开了车 七点半 就在那个地方堵 埋伏 埋伏 就一早 他也听到了 那个广播里面说 现在时间是早上七点半 他旁边还有公园 那个狮子会还捐了电子钟 上面是七点半 他都记得很清楚 记得很清楚 车子就突然间跑了 开了车子就 像炮弹一样呼啸而过 解副力 就看着要追 追不上了 追不上 觉得这是干嘛 这个到底怎么回事 你说你今天要发表论文 你现在还在台中 还在中部地区 OK 好 好了 结果呢 后来就不谅解 他怎么说都说不通 他说没有 我前一天晚上都在忙我的论文 突然想起来 我有去影印店 去超商影印 我有那个发票 我有去那个速食店 因为我饿嘛 因为中午都没吃到 晚上我饿死了 后来去速食店 去车道去买一个汉堡什么 有发票给你们看 就跑到车子里面去拿 给你们看 上面十点多 九点多 结果他们的家人就讲一句话 也许不是你的 是你旁边这位就是我 搞不好是你这位先生 你们都已经串通好了 对啊 那怎么办 那我就说我本来没事 变得我好像被卷到其中 我想说那我昨天晚上干什么 我昨天晚上跟我日本的朋友 他们到台湾来 他们来旅行 然后昨天晚上我们去一个 很有名知名的小笼包店 吃吃吃 然后回到他的旅馆 聊聊聊 聊了很久 聊了11点多才回家 我根本不可能啊 这个发票不是我的啊 但是我有那个小笼包店的发票 可是那个是晚上8点 都我想那有什么用啊 就他说那你要证明啊 我说我为什么证明 好吧 那我用LINE 用那个通讯软帖 我就跟我这日本朋友讲说 你们回到家了没有 他就说回到家了 昨天你们这样子 晚上还请我们吃饭 然后还干嘛 然后送回饭店 然后非常谢谢你们 聊得很愉快 然后希望下次来 他们终于相信 所以呢 那好 那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 OK 那这就是一个疑点 那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会看得到 那他跟着一个妙龄女子在一起 然后你 其实是在台北 你不是在中部 为什么 后来呢 我突然想一想 对 我们先来抽四波茧 第一件事情 你的小舅子早上七点半 看到车子跑出去 对不对 OK 请问一下 他 我这位朋友 他八点半 在我家楼下 我住台北家楼下 他来接我要去附近的 就是他那个论文的发表场地 你说一个小时之内 你从台 从中部地区 你可以开得这么快 可以到台北吗 没有办法 而且又是塞车 交通的尖锋时间 这是第一点 因为小舅子自己也 他也认可说 对 早上七点半 没有错 车子就跑掉了 第二件事情 那请问一下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他有没有可能坐高铁 也不可能 因为 开车啊 开车 而且他的车子 我做过很多遍 他的车牌我也会记 我也大概知道 不可能 这是不可能 后来我想一想 有一个状况 是因为他们家 这个就是岳家 他们这个岳家 在中部的某一个山上 他山上中间要经过一个 长长一些坟墓堆 然后有一些竹林 所以在过程当中 这是我的推测 这是我推测 推测什么 他也许在他们在开 在第一次带着他太太 回去奔丧的途中 可能被某一个特殊的 用对掉 对对掉 然后我记得你的车号 我记得你们的人 我记得你们的长相 OK 好 那OK 开始来捉弄吧 也许 也许 这个我只能说推测 推断 这叫做水到歪 你知道吗 老师 你有带两本你的书来 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对 OK 这是 来来来 这是除了现在 目前最新的这一本之外 早期的两本 是 还有在 OK 我们最近出的这本书是 每个灵魂都有故事 每个灵魂都有故事 但是不是每个灵魂都有事 每个灵魂都有故事 每个灵魂都有故事 这是比较早前 林一说书人跟这个 那些灵魂教我的事 是 OK 那最新的书 每个灵魂都有故事 在跟我们讲什么 他在跟我讲说 有的时候 每一个灵魂 他跟我们的人之间 有一些牵绊 他其实对我们的牵绊来讲 有好有坏 但是最终来说 我们的人就是要奉行德性 同时少去做一些坏事 最好不要做了 但是不可能 因为我们不可能不犯错 但是尽量降到最低 鬼月到了 那你会在电视上看到一些 乌鞘猫的命理师 开始跟你讲很多 有关于七月的禁忌 其实很多禁忌 你要回到现在科学来看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 不是说 这个七月晚上不能剪指甲吗 为什么不能剪指甲吗 古人都这样讲啊 你知道为什么 古代晚上不能剪指甲吗 因为没有灯 你容易剪到自己的肉 这样听有吗 那今天非常谢谢 齐森老师来到我们 齐有此旅的现场 齐有此旅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